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豆卜苍穹讲述主角萧妍的成超市 在这部作品中 很多剧情都让人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特别是当时主角萧妍在去退婚的时候 读上云蓝宗的她的确是让人们感觉到少年的义气风发 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并不是少年的成超市 而是主角的红颜知己们 虽然主角萧妍刚开始的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在动漫中的女人缘确实相当不错 才更新没几集就出现了不少小粉红 那么这些女人中到底谁最年轻呢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萧妍的大老婆美杜莎 美杜莎女王天生就带有一种强大的气场 而且她实力也是非常恐怖 最为蛇人一族的她 恐怕少说也有好几百年的收回 不过从外貌上还是看不出来的 第二要说的就是和萧妍就有一段时间暧昧的云运 云运作为一个强者 对热过自己的萧妍产生了感情 虽然自己比萧妍大了好几岁 但是她却觉得年龄并不是什么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萧妍儿了 作为青梅竹马 她一直都是萧妍心目中的白月光 而且天资也是相当优越 不过在年轻上却绝对碾压前两位 毕竟她比萧妍还小了一岁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